只有买贵不会买错 台积电先要告诉你 目前它还有一个技术 COSO晶圆系统 是更先进的封装的关键技术 我们请中文池帮大家来解析 我们先要给大家一些信心 告诉你 即便股市在大跌 趋势是一直不断的往前在发展中的 是 刚刚听庄总编 讲的台积电 讲的相关设备跟材料特化 讲真的是非常兴奋 那现在有更兴奋的是什么 还有更兴奋的 就是我们的COSO COSO 我们可以看 那个不会就是 回答最大的什么 目前是最大的GPU 那它的桥接的要求精度非常高 那如果有缺陷的话 请你知道吗 这个一个晶片的码酒 要三万块美金 所以整个缺陷的话 会让晶片报废 这吓死人了 那你看台积电这个COVAS 它在那个 COVAS跟COSO差别在哪里 就是它晶圆上的系统 那这个系统里面有什么 就是有逻辑晶片 有HBM 就是宽屏的那个记忆体 还有有可能整个电源的晶片 那这是为什么 整个辉达的这个晶片推迟的 最主要就是它的良率不好 它晶片翘趋 对 良率差才会这样延迟 就是它的CT 膨胀系数 在这个抑制结合 我上次有讲过嘛 那这个它为了改善良语 所以它重新去设计这个晶片 顶部的这个金属层 跟它的凸点 那台积电为了因应 未来大晶片趋势 跟AI整个要负载更多HBM 所以它为了整合 这个INFO的SO 跟SOIC 所以就产生一个叫COSO 将记忆体晶片 整个堆叠在这个晶圆上 堆叠在晶圆上 跟现在KOWAS的差别 它能够带来什么样更多的好处 它未来就是更省电 算力更高 尤其是整个资料中心的空间 会降低 热也会降低 整个能源效率会更高 COSO现在谁会做 目前就是台积电 就只有台积电 全世界有台积电 只有台积电 所以未来 我想台积电现在已经在领先了 未来它又借有这个技术 除了先进的制程 它结合了先进风筝 这么算没有理由再跌 市场嘛 刚刚您老师又讲 股市如潮水一样 一波来一波又起 所以这个很难讲的 但是活生生的就摆明在这里 台积电就是引领世界 OK 又是更厉害的一个关键技术 那我们来看 帮大家上课一下 到底现在先进风筝 比较难以突破的点是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 其实我们的COVA 现在都是2D的 或2.5D的架构 真正困难的 未来就要到3D了 这个是一层一层堆 堆堆起来的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为什么它叫Advanced 先进的风筝架构 所以整个架构就在这里 我现在讲的这个COSO 它结合了什么 结合了我们的INFO的SOW 还有什么 这个SOIC的结合 就变成COSO 所以很多人讲说 完蛋了 COVA要不见了 其实COVA不会不见 它又进化了到COSO 那尤其现在 刚刚庄总编也提到 会有什么 散出型的 INFO的 这个就是它会把它分为别人 未来更高届就在COVA COVA LO 甚至COSO 但是一些电源晶片 逻辑晶片 它就把它分到哪里 分到INFO去 分到OUT去 这个就是台积电很厉害的地方 它人才太多了 所以它层层在分类的 那整个所谓的晶圆级的系统 我刚刚有跟庆宇解释过 就是在这个Wave上面 就会有所谓逻辑晶片 会有什么 HBN 所以这个是逻辑晶片 这有逻辑晶片 这个就是所谓的HBN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低论 那它就一层一层堆叠上去 那这个台积电 预计要在什么时候亮彩 你看它是很有步骤哦 现在也不过2024年而已 它的整个Law Map都已经出来了 预计在2027年要亮彩 那这个就是在Core 就是Tripe on Wave上面 在售顶部堆叠什么 Memory或逻辑晶片 那据传 不是据传 这一次半导地载 三星跟海力士的高层 就是他们总裁都来了 也就是海力士下一代的 HBN 4或HBN 4E 就是要跟台积电来合作 它就采用堆叠方式 跟晶圆级的处理器 整合在一起 那这个可以更多的 放更多HBN 这个就是台积电 非常厉害的地方 OK 好 我们要跟大家讲 这个紧凑型通用光子引擎 有多厉害 我想台积电真的非常厉害 它不仅带动这个什么 我们的封装之外 连我们的光通讯都改变了 所以你看 它现在就把它堆叠 将这个电机体的片 堆叠在这个光子晶片上面 所以Coupé 它的连接 可以到12.8TB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的以太网路 叫800G 以前我们的通讯 就从50G、100G、200G、400G 即使到800G 它现在第一代的 就可以来到1.6TBS 也就是两倍 也就是在明后年 就要可以量产插拔式 第二代就叫利用什么 Covas的技术 也就是所谓的CPU 这个可以连接到 它的连接速度可以到多少 6.4TB 到了第三代 就可以来到 它的中介层 直接提供晶片结 复连 就可以来到12.8TBS 所以这个就是台积电 利用Covas技术 一直衍生到Coso 一直到所谓的CPU 整个都被它串起来了 全世界没有一家半导体公司 可以这么抢的 OK 所以之前你是率先函2000了 对 现在有改变吗 没有改变 那是五年后 即以上的理由 即以上的理由 没有 本来就是五年后 它的获利就是节节高升 尤其明年 合理的估计 一定是来到五十几块的 跑不掉了 OK 好 谢谢中国文